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年30岁 我26岁结婚的 如今我和我老婆一起生活了四年 我们两个人感情还不错 之前我们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刚认识老婆的时候 我对老婆就产生了好感 然后当时我就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从那之后天天跟她聊天 聊了一段时间后 我就向她表白了 当时她也毫不犹豫地答应和我在一起了 因为她说她也喜欢我 谈恋爱的时候她对我特别的好 我们两个人也特别的相爱 后来我们谈了两年之后 两个人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老婆身上什么都好 但唯独和她男闺蜜走得太近 我就很不爽 原本我是不知道她有男闺蜜的 后来有一次 她姐妹跟我说她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男闺蜜 而且两个人感情特别的好 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永远都是勾肩搭配的 一点都不懂得分寸 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把对方当成兄弟 虽然老婆口口声声说爱我 但是我觉得她更爱她的男闺蜜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觉得她和她男闺蜜的感情特别的好 好到让我嫉妒 让我吃醋 她男闺蜜经常来家里找她玩 每次来的时候都会买很多东西送给我老婆 每次看到他们两个人走得那么近 我就特别的生气 后来我直接警告她的男闺蜜 如果再赶来我家 再赶来勾引我老婆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当时老婆的男闺蜜吓了一跳 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来过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联系 我老婆还经常跑出去和她一起吃饭 又或者是喝酒 反正每天都有节目 很多次我都劝老婆不要那么放纵 也不要不把我放在眼里 应该要多多考虑我的感受 不要和男闺蜜经常相处在一起 这样子很容易让人误会 就算他们之间没有什么 但是我就是很不爽 就是看不惯他们两个相处在一起 可是老婆总是回应我 都是朋友 在一起玩怎么了 这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我交个朋友你都要出来吗 你管得那么严 我以后哪里还有自由空间 老婆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那就让她的理由再充足 我都要劝她 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她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 可她怎么都不听 也不把我当成一回事 后来我直接下了死命令 如果她再敢和她男闺蜜相处在一起 我就把她男闺蜜揍一顿 还让人天天找她男闺蜜麻烦 老婆听到我这么威胁 也特别的害怕 因为老婆知道我身边很多朋友 也知道我会做得出来 所以就答应我和她男闺蜜拉开距离 老婆没有和她男闺蜜走在一起后 我特别的开心 但是这样的日子没维持多久 老婆又继续和她男闺蜜在一起了 当时我和老婆吵得你死我活 可是无论我怎么吵老婆 都有自己的理由 我根本吵不过她 而且因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吵了无数次 她就是不愿意改过自新 那个时候我真的对老婆特别的失望 我觉得老婆一点都不听话 总感觉自己娶了一个不该娶的人 我也想过要离婚 因为这种日子让我感到很难过 但是我又不忍心让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之后将就 后来有一天我下班回来 没看到老婆 那时候已经12点了 我直接打电话问老婆去了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 她很烦躁地回应我 去哪里你也问 怎么什么事都管 连私人空间都没有了 嫁给你有什么意思 我回应老婆 不是我管的宽 是我在担心你 你要看看现在是几点 你还在外面 难道我不担心吗 所以你赶紧回来 如果不方便打车 我过去打你 我还想多说两句 老婆就挂断了 然后我又催电话过去 可是老婆怎么样都不接 而且我连续打了几十个 她都没有接通 后来我也死心了 也懒得打了 到了一点的时候 老婆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和她男闺蜜的合照 当时还配了 这样的文案只有你才不会管我 才会理解我 包容我 很感谢你能够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看到这个朋友圈的时候 我当时气得火猫三丈 别让我知道了老婆原来是和她男闺蜜在一起 然后我又再次打电话过去 过了一会 老婆可能不耐烦了 就接通了我的电话 老婆直接大声骂道 你有完没完 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能不能让我好好地玩 我在跟我男闺蜜聚会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连朋友都不能交了是吗 如果你实在看不惯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 那么可以离婚 我也收购你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男闺蜜 才会真正关心我 问候我 而你每天不是骂我 就是和我吵架 要么就是管得宽 今晚我不回去了 你自己睡吧 说完老婆直接关机了 这一刻我心里特别的难过 那天晚上老婆真的没有回来 而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因为我很烦躁 第二天早上六点的时候 老婆回来了 当时我看到老婆上有一个草莓 这一刻我也知道了 他们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问老婆是不是不爱了 老婆说 对 就是不爱了 怎么了 你管得那么严 谁还会爱你 如果你还想婚姻 继续下去 那你就不要管得那么宽 别烦我 我现在去睡觉 我回应 那你回来干嘛 都和她睡在一起了 干嘛不直接嫁给她 你滚吧 这里不欢迎你 也不是你的家 去和你男闺蜜过一辈子吧 你早就想和我离婚了 要不然就不会动不动提离婚 所以我现在成全你 请你滚出我家 不要占了我家的地 老婆听完之后一脸猛 但是她也没说什么 默默地选择了离开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虽然孩子很可怜 但是我不想要这种 整天背叛我的女人 我宁愿孩子没有完整的家 我也不要这样的女人做老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